旅居在德国的台湾编舞家孙尚奇在柏林知名的舞蹈剧场11号码头推出了最新的舞作4.48舞题 探讨的是人类心灵的黑暗忧郁面 孙尚奇的编舞功力深受了德国舞台的肯定 那么这一次的新作品也再度大受好评 场场都爆满相当成功 正式首演前旅居德国柏林的台湾舞蹈家孙尚奇 与欧洲舞者认真确认表演的细节 本身是个优秀舞者的孙尚奇 这一次专心编舞 他以英国剧作家沙拉肯恩的作品4.48精神异常 作为编舞的灵感 找来历史上许多文人作家 在生死关头时所留下的文字记录 以舞蹈剧场的形式 在柏林知名的舞蹈剧场11号码头 推出新作品4.48舞题 深深挖掘人类心灵的黑暗层面 灵感来自于沙拉肯恩的4.48 是4.48精神异常 那她的题材有关于就是一个病人 她对在经验上有很多的 有很多问题举障 那借由这个灵感 我把不一样的文字啊 一些歌曲甚至于歌词 都把它合在一起 当作变成一个新的作品 很希望可以把这个作品 带到台湾回去 孙上奇找来捷克 法国舞者 德国女演员 加上德国小提琴家 共同在舞台上 演出人们面临忧郁的时刻 心灵的复杂状态 德国女演员口中说出的台词 都是历史上文人自杀前的文字记录 舞者的身体回旋 都呈现了压抑 疯狂崩溃的心理层次 孙上奇在这一出舞座里 以成熟的舞台调度及编舞舞会 成功的征服德国的观众 两晚的演出都大爆满 观众给予热情的掌声 评论也大家胜赞 这一出舞座在柏林首演之后 将到日本竞刚参加国际艺术节 孙上奇的编舞生涯 正稳健的向前迈进 谈红卫链是陈思宏 德国柏林采访报告